每一届的奥运会都会出现几个体育明星 就最近一届里约奥运会来说 雨排惠若奇 男兵张吉柯 马龙 朱婷 宁泽涛等等 这些从奥运会涌现的体育健儿们 为祖国锦上添花 而近几年这些体育明星 活跃范围也逐渐从赛场向娱乐圈发展 比如因爸爸努力 运渐而活起来的甜亮 周世明等 体育明星开始走清大众的眼线 而最近最火的体育明星 大概非张吉柯莫属了 他和景天这一对公认的体育结合情侣 也终于公开了恋情 张吉柯自从跨入娱乐圈之后 资源一直很好 人帅又会讲话 大概没有人不喜欢这样的男生 而随着曝光度的增加 他的出场费也自然蹭蹭的往上涨 据说他的出场费已经达到了160万 凡凡张吉柯的微博会看出来 他是妥妥的一枚奢侈品爱好者 接着一辆的话 名牌表20万以上的也有六七块之多 不过这也无可厚非 毕竟人活一世挣钱 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 只不过人家的爱好有点奢侈 有钱的人特点追 大概是永远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钱 所以这难怪张吉柯的父亲 会打听张吉柯一年能挣多少钱了 明星买豪宅豪车豪表这些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吃不到葡萄就热不到酸 会评论说外加 但是人家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才有今天 花的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 所以小编觉得随心就好 有多大本事就享受多少生活 开心就好 你们觉得呢 aan 三 二 一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